主播在沙卡当步道的搜救行动已经迈入到了第七天 但是至今还是有五个人下落不明 但是就在刚刚有了新加坡夫妇的这个最新的搜救线索了 刚刚一名核心的导游来到搜救队 告诉搜救队员说 他们这几天锁定的在步道1.5K的这个地点 其实是估计的有点太远了 因为他有一段影片拍下了新加坡夫妻的最后身影 而且评估这个地点呢是一个观景台 大约呢是在步道的0.8到1.1K左右 马上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他们找的一个方向可能超过了这个地方 因为那德国两个客人还有四位 他们一起在那边避难 在武建坡那边避难的时候 完全没有看到游信一家五口 跟这两个新加坡人过来 但是最后呢就是我德国客人 他回去整理影片的时候 有发现这两个人 他说在哪里 我说 他问我说这个影片你们看有没有用 我说一定有用 但是这两天我就发现他们把 把那个范围扩大了 扩大之后我就觉得这个 应该不是他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刚刚还跟大队长说 希望这个能够提供你一点 一点那个资讯 好那其实这段影片呢 是这位核信导游当时带的德国旅客拍下的 事发多日他都在说 这几天持续和他们保持联络 看能不能找到一丝线索 那终于是在这个拍下堆叠石头的影片当中 可以看到角落有夫妻两人走过去的身影 时间呢是在地震发生的前十几分钟 地点是在步道的一公里前后 那核信导游认为说这个地点几率最高 是因为以他带游客的这个经验呢 这个区段通常游客都会驻足停留很久 也因为他最后出境的地方是在观景台 他也建议搜救队可以加强搜寻这个区段 盼盼能尽快找到失灵的两人